最容易被戴綠帽的 你們是覺得我在欺負秋風城是不是啊 欸當初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站在哪一邊的 自己眼睛瞎了是不是啊 我不熟我哪敢跟他開這種玩笑啊 我知道這樣開玩笑不對 我們也要讓觀眾就是 呃也舒服 舒立X 氣死欸 就跟我熟才敢開這種玩笑 但是你是他朋友還是我是他朋友啊 是我是他朋友 我被我被罵了我被罵了 反正這個預告就是我們在玩一個遊戲 這一題的答案是秋風澤 然後每個人都在猜 什麼最自戀的 好最怎樣的 然後就說 呃 最容易被戴綠帽的 我又被罵囉 就是 當然底下還是有很多人說 天啊我完全好敢講 夠熟才敢開這種玩笑這樣子 一樣 我不熟我哪敢跟他開這種玩笑啊 王力宏來我敢跟他開什麼玩笑嗎 你們懂那個意思嗎我不敢 欸當初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站在哪一邊的 自己眼睛瞎了是不是啊 握在女生那邊嗎 奇怪我還替女生追蹤欸 你們都瞎了是不是 你們都忘記了是不是 你們是覺得我在欺負秋風澤是不是啊 然後底下觀眾就說 我們覺得不好笑耶 用玩笑 如果當事人覺得OK 可是我們觀眾 也不是覺得他沒關係就可以開吧 然後我們觀眾其實看到了也不舒服 然後一開始他在那邊裝 呃好 那我們慢慢調整 我知道這樣開玩笑不對 我們也要讓觀眾就是 呃也舒服 說你 氣死耶 不要再假裝你們是觀眾了 你們就是秋風澤的粉絲吧 你們愛秋風澤愛到一個頭 你不忍心他被任何雞罵一句話嗎 難道你們忘記當初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挺的嗎 我們是怎麼挺我們的老闆 聽我們的隊長 聽我們的秋風澤的嗎 他說別把沒教養當作真性情 我直接回他說 那請問秋風澤在開我 整張專輯很難聽的玩笑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 這就是開玩笑 Come on 這夠熟才敢開這種玩笑 但是你是他朋友 還是我是他朋友啊 是我是他朋友 歡迎今年的金曲 最佳女歌手阿靈 阿靈的專輯好難聽喔 我哪敢開這個玩笑啊 恭喜全部金曲獎入圍的歌手 全部難聽到死喔 我怎麼肯敢這樣開玩笑啊 你們懂意思嗎 我懂嗎 就是 神經病啊